作为阎盟中著名的太子,小李福斯也被认为是靠跌才稍微成功的。 的确在快船期间,小李福斯获得了大量的上场时间和球权,小乔达更是直言快船早晚是李福斯家的,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小李福斯被交易送到了齐菜,那么到了这支球队之后,小李福斯没有了付钱半人的必要,有变得如何了呢? 实际上齐菜休赛期,换的是想让他作为球队第六人,对他有很大的期望,毕竟之前两年的快船打得挺不错的,他的父亲花了这么多心血培养他,应该算是没辜负他爹对他的期待,小李福斯的数据也算可以,不过一离开老爹之后,小李福斯又回到当初他的醍醐状态了,因此他也受到了质疑, 不过他与快船时期的环境已经大相近情,在快船的时候虽然靠跌上位,但是打球很积极,是论战高手 如今没有了老李福斯的必要,成为不了球队的主角,打不出数据也无可厚非,尤其是现在的齐菜,全队动荡不安 实际上齐菜目前为止,仅获得二升起复排名东部赛区倒数第三 这种状态下的球队又没人可依靠,打出这种表现,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作为球队第六人没球权,而且上场时间也下降,导致有23.3分钟 从老爸全方位照顾自己的球队,来到全联盟最没心没肺的棋材 全队一起帮沃尔,比尔王帆逃 这差距基本就是天堂与地狱之间,尤其是沃尔和比尔还严重不合 二者明,前已经各种组织山头 向里福斯加在中间非常难受,同时也体会到了在没有被照顾的球队里打球,是何等的不容易 看看他的出手,场均5.9次,比心秀赛季还低 对于一个持球选手来说,这不可能打出来的 因此他的数据不佳,并不是本身实力下降,而是没有了球权加首发之后 同时出场时间也锐减还能打出高数据,的确有些场人所难了 向里福斯在出战的9场比赛中,场均竟获得6.3分,2.2篮板,1.9个助攻的数据 日上各赛季在快船的表现已经无法同日而语了 如今的器材更是毫无默契可言 向里福斯状态也的确不够理想,不过球根本到不了他手里 而且,无论是跟沃尔,比尔还是跟替补 他都是占低脚当3D封线使用 但是同样是替补的乌布雷的出手数达到了11次 毕小里福斯多上一倍,可以说出手少是限制他得分的关键 然而这就是现实 NBA实际上隐藏了很多具有天赋却被埋没的球员 因为不受球队和队内老大的待见而没有机会 就连林舒桃也得靠疯狂的表现才能立足 对比之前小里福斯在快船的场却20分钟吃球弓 他的确比旁人信任的多 只不过这种信任到头之后 也体会到了在NBA打球的坎坷 在NBA打球的坎坎坎坎坎坷